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是课程主编陈薛如 和另一位主编老师陆英老师一起共同为你服务 上个月我们在北京的学习中心 已经举行了我们得到和刚财经大课的公开直播课 这一次从今天我们就进入到了思想直播课 过去的一个月和刚老师为我们分享了四本书 首先贸易打造的世界 然后是国际经济秩序的演变 随后何老师又为我们分享了贸易的真相和贸易的冲突 从这四本书中何老师也用他的视角 从历史和国际的维度 以及从富国到穷国 在自由贸易中到底是不是过时了 相信你也有很强烈的一个新的认知和思考 那么今天也欢迎你在现场关注我们的直播间 如果你已经加入了课程 想把这门课分享给别的朋友 别的同学觉得何老师讲的特别棒 那我们就为你准备了三个专属的直播邀请码 你可以请你的同事朋友来到我们的得到直播间 如果你是通过直播间分享的邀请码进来的 现在还没有进入咱们的课程呢 也欢迎你 今天是咱们最后一天了 福利马上就要结束了 首先呢就是咱们今天晚上哈 凌晨0点24点开始的时候呢 咱们就从早鸟价299恢复到原价399了 所以呢现在赶紧进入直播间 点击边看边买 你就能够趁早上车 好说了这么多哈 你不仅在买了之后呢 还能够来到咱们的线下 跟何刚老师当面的请教 当面的交流 那么接下来呢就为大家介绍一下 咱们今天的一个直播流程 首先呢何刚老师会带大家来回顾 过去一个月我们学了哪些知识 哪些内容 过去一个月发生了哪些大事 从这过去的一个月的大事中 何刚老师为大家筛选出了四件大事 在咱们的直播预告间里哈 也有这个我就不展开说了 然后接下来呢会有一个中间的环节 这个中间环节啊比较神秘 而且我还会派送一波福利 这个我就先卖个关子 到时候咱们就知道了 那么在直播结束的时候呢 也敬请你直接锁定咱们的直播间 在结束的时候还有一波福利 很有可能何刚老师就会亲自解答你的问题 进行一为一的深度回答 好那话不多说 接下来就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 邀请何刚老师上台 尊敬的各位得到的朋友们 现场的和线上的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何刚 谢谢这个薛如的介绍 我要特别地感谢这个 得到所有的朋友对我的帮助 得到的我们所有的同学对我的信任 过去这一个月呢 很快就过去了 有两万多的同学对我那么大的支持 真是让我非常的惶惑 我从来没有那么直接地面对这么多的 就是说我去服务的这个朋友们 所以呢过去这一个多月呢 我也一边在更新课程一边听大家的反馈 同时呢一起讨论和回答一些问题 有做得不周到的地方 大家多包含 如果有一些回答的有问题的地方呢 请大家不令地这个刺交和指出来 我参加这个事情的核心的目的是 希望和大家一起共同去梳理这些知识 然后共同去思考一些呢 可能影响我们的生活和工作的这些大钱大事和这种 所以呢读大书这个想大事然后看大钱呢 即使我的个人的期待也是呢 我希望跟大家一起往前推动呢 所以在这里首先要特别地谢谢我们 所有的朋友的信任和支持 我将会一如既往地努力地把这件事情做得更好 大家的反馈呢我也不断地去做一些改进 好那么这一个月呢真的是非常快地过去了 我跟薛如说了 我说真是没有想到当课程一开的时候 好像就像一辆这个传送带一样 你想听也听不下来 所以呢这个就是 那么一个月前呢我们在这讨论的是 叫做政府与市场 今天呢我们在这讨论的这个主题呢 商业的边界 一会儿呢我会详细地这个做一点解释 由于呢我们有一些朋友可能还是 上次的这个直播并没有参加 所以我非常简单地会 再介绍一下我们这个课程的一个构想和思路 然后呢我们把上个月的一些 这个大事呢做一点点回顾 同时进入到我们本月的这样一个分享 重点在这里边 所以这九个字呢刚才已经解释了 所谓的大书呢就是在我看呢 那就是凝聚了人类的思想和思考的这些呢 能够有穿越时间 穿越这个文化 具有很久的启发价值的这样的一些书 就叫大书 比如说如果我们讲到文化的时候 中国的这个就是像论语这是大书 那我们讲到这个经济的时候 经济学的很多的这个著作呢也是大书 当然这个大书呢是我的选择 可能你不完全同意 或者我们还有遗漏 我们在未来呢会不断地做一些补充 大事呢这个是 其实我想特别跟大家传递的 就是说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关心一些 跟我们非常具体的家庭大事 对吧 比如说要不要生孩子 要不要就是说去买房子 要不要换工作 这些事情对我们都非常大 很大很大 影响到我们的幸福 但是呢如果放在整个环境周边来看的时候 你会发现 你为什么要决定推迟结婚 为什么对于生孩子非常犹豫 为什么兑换工作呢 其实在反复琢磨 你的大事 其实跟什么事情相关呢 是跟我们周边的大环境有关系 比如说现在有人说 这个你们70后站着说话不要疼 你们都买到房子了 是我们自己的幸运吗 不是 这是大环境所驱使的一代人的幸运 那说40后50后他们很不幸 是他们个人做错了什么事情吗 不是 那就是那个年代的这种 叫做社会环境的大变化 你无法抗拒的这样一个驱使 所以上山下乡 所以很多人被荒废了 但是反过来说 为什么在那个 一个混乱的年代结束 新的年代希望来临的时候 有的人能够上大学 有的人还是继续种地 还是继续做一些 更加的频繁和辛苦的工作 当这个时代趋势发生变化的时候 你看到了吗 你抓住了吗 时代的大事 有没有变成你个人的大事 还是说时代的大事 永远与你无关 你永远在围观 在感慨 在后悔 在懊恼 甚至在愤怒 这是我想的 读大书 想大事 当然最后就是说看大钱 所以这个呢 逻辑呢 我想我们在这儿 是一期希望给大家 就是传递的 那么要读大书 尤其是要想大事 看大钱的 既要关心周边 一定要放眼全球 没办法 这是一个全世界 连接在一起的时代 我们的父辈 我们的祖辈 都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时代 但是我们和我们的 未来的孩子们 一定会继续在 这样一个时代里面 所以我们设置了一个三圈 全球的大圈 然后的宏观的中圈 和个人的这种 微观的小圈 从全球到这个 就是个体 然后从全球到中国 从宏观到微观 从集体到个体 就是我们 当我们用这种思维 来看事情的时候呢 可能你很多的 这种困惑 不满意 可能会得到一些 新的启发 那么这个问题呢 我们一会儿会讲 两不要呢 我们一会儿也会讲 所以呢 它就是这样一个 那么说这样一个 认知 其实是挺复杂的 因为我呢幸运的是 18岁开始读大学呢 学国际关系 国际政治呢 这种全球事业呢 从那时候就开始培养 我们校称叫做童子宫吧 但是呢 那么我们有没有一些 比较快速的方法 让大家呢 能够用 比如说不要用十年五年 能不能用一年 或者说呢 每周我们抽出一定的时间 我觉得这里边呢 至少我们可以去尝试 增加自己 看全球事业 和大事的一些方法 所以呢 我就选了50本书 这50本书呢 是和得到的同事们一起 经过了将近一年的 认真的讨论 反复地筛选 最后我们确定了 这么一个结构 那么这50本书呢 它形成了一个知识框架 同时我们搭配 12次的这样的直播 那么这里边呢 有非常重要的三个问题 就是说呢 我们说事实是什么呢 就是你看到的和了解到的 也许它是真的 也许不一定是真的 但是呢 你看到的就是一个现象 现实是什么呢 就是说 为什么是这样的 对吧 比如为什么 我们看到的现象是 现在这个中国的儿童出生率非常低 婴儿出生率非常少 这是事实 那么为什么这样 这就是一个现实 背后的原因 为什么大家生孩子越来越少 今天我们会讨论这个问题 那么最后的共识是什么 共识是说 那可能我们还要继续地鼓励 于是我们会有第三胎的 这样政策出来 这就构成一个 我们思考问题的一种逻辑 而这里边呢 最最重要的是第一点 你看到的事实 和你对这个事实的分析 和这种解释 那么网络的很多的争论 甚至我们的兄弟倪强 然后姐妹翻脸 很多时候是事实没搞明白 背景原因也不想去知道 然后直接就变成了最后的结论 那么当然这样呢 肯定你会遇到很多的麻烦 所以我也希望呢 通过这些分享呢 跟大家一起讨论一个呢 合乎逻辑的 合乎常理的 同时呢 合乎现实的 相对理性的一个思考方法 减少我们的困惑 减少我们的争论 减少我们的迷茫 增加我们对未来的坚定的信心 和更加有效率的一个人生 所以两不要这就是什么呢 我们不要以无知探未知 很多时候我们对于未来的这种未知 我们去探求去冒险的时候 我们是没有做任何的准备的 就说的难听起来 叫裸奔的奔向了一个丛林 那当然这个大概率的 就是困难陷阱就会围绕在我们周围 第二个呢 就不要因自负而自负 很多时候我们也会觉得 我已经世界 我已经了解 我门亲 中国没有我不知道的 世界上没有我不了解的 没有什么人生 不是我不能指点的 当我们陷入到这种 狂妄式的自负的时候 那就很麻烦 一个国家 一个企业 每个个人都是这样的 陷入到这种的时候 基本上离崩盘就不远了 我们看到的最近这两三年 很多的巨型企业和企业家的这种崩盘 你回去看看它 三五年之前 七八年之前 你看它怎么说话 怎么做事 你就知道 哪怕是一个千亿万亿级的企业家 他也容易自负而自负 自负而自负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说 那怎么办呢 可能就是需要 如果我们再回头说 为什么他会这样呢 可能他的学习思考 还是不够的 很遗憾 那时候还没有财经大课 所以他没有机会去认真地思考一下自己 那好了 我们回到我们这个就是说 过去这一个月 谢谢大家的这种肯定鼓励 我知道有时候我的讲可能不那么清楚 包括我那个录音的有些东西呢 我的声音还是有问题的 那么这四本书我们已经刚才说 我们过去一个月我们已经分享完了 第五本书已经开始了 这个话题呢非常之重要就在于 因为贸易问题确实是对我们巨大的影响 对吧 我们说大钱 什么叫大钱 2020年中国的贸易总额32万亿人民币 够大了吧 我们整个的GDP100万亿 贸易总额32万亿 也就是GDP的三分之一 跟贸易有关系 你说它重不重要 我们说的就是说 我们一会儿会讲到的中欧贸易 中国和欧洲的4万亿多 然后中美贸易4万亿多 然后这个东南亚的贸易4万亿多 谁是中国现在最大的贸易伙伴 日本吗 美国吗 欧洲吗 大家知道吗 是东南亚 想不到吧 东南亚现在是我们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 那好了 我们再问一个问题 中美贸易打仗打得狗血喷头 对吧 我们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出口美国的货物 远比我们从美国进口的货物要多得多 每年上千亿美金的 中国的顺差 美国的逆差 所以美国人非常愤怒 那我问另外一个问题 中国和欧洲 谁是顺差 谁是逆差 中国跟欧洲 我们的出口 我们出口欧洲的东西 只有我们进口欧洲的三分之一 欧洲人占我们大便宜啊 所以呢 我们一会就会回到这些问题来讨论 说好了 如果你有了这些数据和结构的认识 你再看中美关系 你能不能理解一点特朗普的愤怒 和他所代表的美国某些阶层的愤怒 那反过来 你也能不能理解一点说 中国和那个打仗 真要打吗 中国要打贸易战吗 欧洲人打得起吗 他舍得打吗 像这些问题呢 其实在我们这里边 我们就用一个历史回顾的方式 这里边这本书呢 最有挑战的 在我看呢 其实是第一本 因为它的历史维度太长了 三千年五千年 一万年的人类历史的这种回顾 而这本书的最大的 第二个难度是呢 它没有那么结构化 它是一个短文章 然后呢 逐渐形成的一个体系 因为这两个的作者呢 都非常牛 尤其那个彭默兰 彭默兰有另外一本书 我是由于半天没有推荐 那本书叫《大分流》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 彭默兰是因为那本书 这个加州学派的杨明立万 是因为那本书 他讲的就是说 中国和欧洲的这种叫做 在这个15世纪的时候 为什么 明明中国的文明更领先 欧洲的文明相对更末后 中世纪的这种疑团混乱 为什么出现了一个 叫做一个历史性的 这个叫大分流 所以一个大分流这个词 就是彭默兰创造的 但是这本书呢 我认为在讲贸易的时候 我个人觉得 它的学识 它的这种能力呢 足以让我们去 重新认识这个贸易 如何塑造了 我们的这样一个世界的基本形态 所以它里面讲到的这个 讲到的这个叫做 比如说这种规则的问题 运输方式的问题 刚才有一位朋友分享的 质引性商品的这种分类 都非常非常 包括这个时间的标准 货币的标准 都很有意思 说实在 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 我得到了非常多的奇葩 我发现 原来我上大学的时候 还是那么的无知 很多东西并没有了解得 那么的清楚 当然这里边呢 应该说呢 我所有的这些书的分享 是一个方向趋势和结构 你比如有一位朋友 就跟我说 说你那个讲这个 运输方式的革命的时候 为什么不讲集装箱呢 因为如果要讲 往下再讲运输方式的革命 有很多可以讲的 但是呢 我们说 它那边提供给了我们 很多非常有意思的东西 比如说中间那个细节说 这个港口货物的 这个装卸的这种速度 质港时间 能够决定你的成本 这都是我原来就是 完全没有从这个角度去考虑的 我们只想到了轮船的这个动力 想到了集装箱的规模 想到了装卸的问题 但没有考虑到这个质港时间的问题 所以这本书呢 我觉得建议大家读 它的原书的时候呢 挑着读 看着目录 因为它很细 你觉得哪一张你想读 你往下走细节 如果哪一张你没兴趣 就把它忽略 但它的大的结构呢 我觉得我 这本书其实我花的时间最长 因为它非常不好整理 而这里面呢 最后的那本书呢 在我做准备的时候 是最容易的 因为它结构化太好了 就是这本贸易的冲突 所以呢 如果说我们的工作 跟中美贸易有关系 或者你想了解一个 现在为止我们说 地球上最伟大的 规模最大的一个国家 是如何通过商业和贸易 崛起的 我认为这本书是必读的 因为这是 确实是这个欧文 这个就是叫做 毕生心血四十年的这种成果 它里面的史料之丰富 书里之清晰 利论之审慎 论证之严密 我觉得罕见的 在美国学者的这个书里面 也是罕见的 好的一本 所以我想呢 可能很多人 读完这本书就说 哦 原来确实美国 贸易立国 商业这个纵横全球 他舍得放弃整个 全球的贸易 真的变成一个 闭关锁国的国家吗 不可能 所以呢 中美之间的仗继续打 贸易博弈要继续 但是最终我们要回到的是什么 在商言商 对吧 条件交换 互利合作 当然也许还要拉扯 所以这本书呢 是我觉得 如果有人要挑战 什么叫大书 你可以很骄傲地 告诉你的朋友说 一本八百页的书 我用了三天 一周 我就把它啃下来了 贸易 美国贸易200年的历史 尤其是政策历史 我跟你讲的门清 我觉得这是一个 巨大的一个月景 所以这本书 对我的启发非常大 那么这两本呢 说实在的 就是说 国际经济秩序的演变 这本书呢 很薄 所以呢 几乎我们每一个人 都能把它读完 但是要理解 这本书的内容呢 说实在的 极具挑战性 因为它里边 有很多预设的 叫做假设 你已经知道的东西 因为它是一个演讲 它是那个 刘易斯当时在 做的两次演讲 把它拼接在一起的 但是这里边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呢 我觉得它 非常好的 回答了我的 很多的困惑 就是说 其实大家也在反馈说 为什么农业 对一个国家这么重要 反过来理解 就是为什么 中国经济改革 从七八年 到后来这四十年 能那么迅速地发展 因为我们很多人 可能都不完全理解 尤其是比如说 我们九零后 出生的朋友们 可能你们的 出生之后 农村跟你们 没什么关系 七零后 我们这一代人呢 我是七一年出生 所以一九七八年 那个农村分地 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时候 正是我上小学的 那一年 所以我印象太深刻了 一会儿我们讲到这个 后面我也可以再说 所以它这里边呢 证明了就是说 刘一思写这本书的时候 中国改革已经开始了 而且那时候 中国人根本不知道 刘一思在写这么一本书 所以呢 他在理论总结 我们在伟大实践 最后发现呢 谁是刘一思最大的 这个叫做理论执行者 和这种补充者 就是中国 非常有意思 所以刘一思在我看来是 可能是就是说 发展经济学里边 最值得去研究和了解的一个人 包括我们说的 劳动力的问题 刘一思拐脸 大家都知道 很多人都听说过 这都是他的一个研究 而且他是一个英国人 所以他的研究呢 相对于美国主导那种思路呢 会相对的更加的独立 所以这本书呢 我认为是一个 如果你想了解国际经济秩序 穷国如何崛起 然后如何又被天花板给摁住 为什么到那个七十年代 穷国仍然大部分还很穷 走不出这种出路 我觉得这本书非常完整地 给你做了一个 很好的这种解释 当然这里面呢 我们还是从结构上 还有一些断裂 所以我们在第二部分 和第三部分的时候 我们会进一步地这种展开 总之 贸易问题对中国太重要 过去的四十年呢 中国是贸易的巨大的受益者 那么我们要知道 全球贸易的结构怎么来的 曾经的努力和这种成功 和损失是什么 未来的大方向和趋势是什么 比如这本书 记住一个字就行了 自由贸易要必须要变得 更加的公平合理 这个自由贸易才可以持续 所以这整个这四本书呢 我个人觉得 如果说你没有那么多的时间 那么就是说 把这四本书的核心和要点抓住 基本上人类五千年 这个全球贸易的大脉络 你清楚了 你基本上不会 做一种大的趋势和结构的 这种判断的这种明显的失误 不会说特朗普搞贸易战 我们要弄死它 你不会这么去想 你会重新地看待世界是怎么回事 所以这是我们的主题一 因为稍微花了多一点的时间 我们正在进行的主题二 说实在的 非常精彩 这里边有更多的挑战你认知的 这种庞杂的知识 我说庞杂是指 它里边太复杂了 里边包括比如说自然地理 然后生态环境 物种 人类 然后贸易 什么医学 然后科学 然后这个叫什么军事 等等等等 非常非常多 就像百科全书一样的 所以我选了这本 从大家最熟悉的这本 《枪炮命军》 以钢铁开始 因为这本书写得非常好 但是呢 很有意思的就是说 它写的是史前史 我们说全球化的史前史 写到1492年差不多结束 告诉了人类之前的这种 叫做互动与协作 包括这个就是 里边我们有很多的 大家看到 但是这本书的真正的 它的内容来源 思想启蒙是谁呢 是我们下周要分享的这本 《哥伦布大交换》 这本书我严重地向大家推荐 因为它实在是太好了 1972年出版的这本书 这本书长期在中国无人知晓 它第一次在中国出版是2018年 为什么在中国出版呢 因为大家从《枪炮并军与钢铁》 还有一本叫1491 还有一本叫1493里边 老看到有那么一个词 叫《哥伦布大交换》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叉叉叉 我的天了 在欧美太多的讲这本书 讲这个概念的东西 所以这本书呢 在2018年 我们的出版界终于把它引进到中国 到现在为止这本书卖得很少 所以我那时候跟罗胖 还有跟陆英他们讨论的时候 我说一定要把这本书介绍 因为我问了很多的中国的 包括研究贸易的学者 很少人知道这本书 然后这本书还有一个神奇的东西 就是一共270页 有三分之一是注释 就是它的信息来源 有六七十页 那三分之一的注释 你知道当时为了出版 他们干了一个什么事呢 那三分之一的英文注释 一个字没翻译 直接引印到后面 这是在中国出版里边 很神奇的一件事情 没有中文的翻译 然后那前面的一百多页的书里边 几乎每一个信息 每一个你觉得 没有听过的东西 全有来源 全有来源 说这个是来自于印第安人的 某一个档案室里边的一个日记 那个来自于某一个部落的 一个考证的一个什么什么东西 所以那个克罗斯底那人讲 我太佩服他了 下周你们会听到 关于这个 哥伦布大交换里边的一些 非常非常的 让你震撼的东西 我称之为叫震撼 所以呢 第二个主题里边 我个人觉得 最值得读的是这个 哥伦布大交换 因为它 很少有人知道 因为它启发了后面 1972年开始 启发到现代人们的 无数的无数的 它像写了一个大纲一样的 告诉你 全球化是怎么回事 经济全球化是怎么回事 然后这些人都在给它做注解 这个枪炮给它做注解 1491给它做注解 还有另外好多好多书 汗牛冲动的书 尤其你要去美国 去这个好的 这个书店和图书馆 关于哥伦布大交换的注解 无数无数 所以这个第二部分呢 非常精彩 如果第二部分你也 咬牙给学下来了 基本上经济全球化的主要的问题 你就都了解了 也就是说中国大部分的学者和媒体 蒙不了你了 因为就这些事 就这些问题 所以呢就是说 我觉得就是各位 就是可以尝试着 所以有些时候 你在读的时候 有些东西不是很理解 没关系 咬牙往前走 包括比如说 后面那个关于棉花帝国的问题 关于这个就是资本主义的 五千年的 这个就是五百年的历史 还关于这个世界是平的 我们怎么重新来看待 所以细的问题上 我就不多说了 因为已经花了比较长时间 所以经济全球化 会不会发生大逆转呢 无本数读完 我觉得你基本上能够得出 你的一个分析框架 和你的一个倾向性结论 然后主题三呢 那就更有意思了 这里边 主题三里边最有价值的书 是这本书 有闲阶级论 1899年 这个就是 这个樊伯伦写的这本书 这个人呢 如果我们学经济学的人都知道 有一个经济学的流派 叫制度经济学 创始者是谁 就是樊伯伦 这本书也非常有趣 到时候我们再去 分享的时候 我们再慢慢地讲 他告诉我 他在1899年预言了 美国 欧洲 日本 今天的中国 这个消费社会 人们的心态 趋势 方向 怎么回事 很有意思 这本书也不厚 我最早读它是因为 那个企鹅 那个英文那个出版 它里面 哇 我说好有意思 我再绕中文 发现这里面 其实有很多 博大今生的这种思维 好了 这个关于书的问题 我们就 以后我们还有更多的时间 详细地介绍 就已经花了一些时间了 我们就 整个这个结构呢 我以最大的诚意 去分享我看到的书 这些书呢 经过了一些 结构化的这种分类 我希望能够给大家 去分享和传递呢 我所理解的 这样一个全球 经济和这种财经的 这种观察的框架 那好了 那么就是我们的 每个月的这种 见面的这种直播呢 我们主要做的 这种思想直播呢 是基于我们学习的 和我们即将学习的 我们综合起来 面对现实问题的 我们看一些 什么焦点呢 重点呢 从现象看本质啊 从争议里面 去找到我们觉得 好的东西 所以呢 其实就是这三个问题 我们要反复地去问 你看到的事实是什么 它背后的原因 和现实是什么 我们能够得到的 一个结论和共识是什么 我们永远用 这三个东西呢 既简单 又好用的 去了解和推动 对一些问题的思考 上个月如果看过直播的 都还记得 这四个东西 对吧 特斯拉的维权 螺丝粉 螺丝粉 有朋友纠正我 读对了 我现在读对了 螺丝粉不是螺丝粉 被好多人给嘲笑 印度的疫情 中国经济的增长 那么这里边呢 我记得 一个月前 我说 这个特斯拉的事情 可能会出现一个 我们非常不喜欢的 一个演变 比如说 马斯克可能会 重新思考 对中国的投资 很不幸 在过去这一个月里面 我们看到了 事实就怎么发生了 我们也看到了 特斯拉的这个 这个就是 它的整个销量 在中国 全面地下降 所以这是一个 就是说 我想说的就是说呢 有时候不是说 我们认为什么是对的 我更想告诉大家 是说呢 我们可能会看到的 大概率会发生的 结果是什么 好了 这是一个非常 我们说就是不好的情况 那好了 说那怎么办呢 这是一个坏消息呢 既是坏消息 也是好消息 你看另外一个数据 过去这两个月 谁的销量在上升 中国造车新势力的 销量在全面上升 有更灵敏的人 看到特斯拉维权的时候 就开始埋伏进了 中国造车新势力的股票 在过去这一个月 他们都得到了 非常好的回报 所以财经世界 就是这么神奇 它也没有那么多的 爱恨情仇 但是它有很多的 理性的分析和选择 你要做一个键盘侠 表达你的愤怒 还是你穿越迷雾 看到可能属于你的机会 规避你不想去碰触的风险 这就是我们要学 财经大课的原因 所以这四个东西呢 很有意思 而且呢 后面也有很多的启发 比如未来也许 我们可以去 这个柳州看一看 这个就是 螺丝粉是怎么做大的 我们去更多的地方 去实地地去交流沟通 那么这就是我们 看到的这五月 那好了 我们当时得到一个 核心的结论呢 这个结论非常重要 而且呢 在很多时候 各位可以用这种 观察维度 去看我们的这种 经济和社会的变化 就是政府和市场 分别在扮演什么角色 小政府就一定好吗 政府大了 就一定有问题吗 大小是问题吗 还是说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是相互成就 还是相互掣肘 是相互的推动 还是相互的这种叫什么呢 阻碍 这可能是关键 所以呢 如果他们能够实现 一个良性的互动 小事能变大事 小钱能变大钱 反过来呢 如果不能实现 良性互动的时候呢 小事被弄成大事 对吧 小灾被弄成大灾 所以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不仅对中国很重要 对美国也非常重要 我们未来 我们读的书里面呢 有好多 你不要以为说 中国是不是我们的政府 管得太多了 那你看看 就是一个市地以前 美国政府怎么管企业 你才知道 你以为美国是小政府 美国的政府大得很 美国的农业部的人数 吓死你 对吧 美国第一大部门是农业部 有几十万人 你能想象 美国的一个政府部门 有几十万人 所以呢 就是大小的问题呢 我们不要被一些 人的这种 简单的 这种绝对化的说法 所迷惑 说市场经济 都是小政府 谁说的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这个是我想跟大家推荐的 第一个观察的维度 很多事情 你可以从里面找到答案 那么今天呢 我们讨论另外一个问题 而这个问题 实际上是来自于 我们同学们的反馈和启发 因为有人说 商业是最大的慈善 商业是和平的力量 那么我们在分享 我们的第一本书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用 更多的历史事实证明了 商业既是和平的力量 也是引发新的暴力冲突和血腥的诱因 商业并不必然是向善和和平的 所以那好了 那既然是这样的话 我们既要大力地发展商业 我们也要对商业有约束 甚至要探索商业的边界 那商业的边界在什么地方 商业是无处不在的 还是说必须让他要有所值 这是我们今天 我们要去讨论的问题 这跟钱有关 跟大钱小钱 跟我们的权益也有关系 所以我们就找了这么四件事 这个我们也预告过了 我们想的就是 我们有一个致敬 有一个观察 有一个反思 有一个关注 那么致敬 当然我想大家都知道 是我们致敬的这位 91岁离世的可敬的老人 然后我们的观察 就是第七次人口普查 十年一次的人口普查的数据 里面有太多 值得我们分享解读的 然后反思这件事情呢 可能很多人也注意到了 这个越野挑战赛的一个 灾难性的一个后果 为什么 那么我们值得去看一看 这里边有没有 只是除了责任 有没有钱的因素 有没有商业的因素 那最后就是中欧投资协定 这件事情呢 全球大圈的一个重大的事情 跟我们太多人有关系 我们必须要去观察它 好了 我们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 这个四件事里面去 我会先讲两件 然后中间呢 这个请薛如上来 然后我们把后面两件再讲了 这件事呢 就是5月22号 这个就是 袁隆平先生呢 就突然就离世了 这个大家是有准备和预期的 我记得5月20号的时候 就有朋友说 哎呀 说这个元老估计这次够呛 这个就是器官衰竭太狠 然后我们就开始准备相关的稿子 没办法 不是盼望他离开 而是人到此 没办法 所以后来就 我们都看到了 我要说的是呢 看看这个现象 1976年1月份 在北京出现过十里长街 对吧 万人送总理 然后1997年 在北京出现了第二次 去送这个小平同志这个去世 袁隆平也不是一个国家领导人 看起来他没有做出那么伟大的 惊天动地的这种贡献 但是人们对他的悼念 对他的这种叫做追思 对他的缅怀 自发的 真诚的 在今天这个时代 在今天这个社会 一个91岁的老人 为何引起了如此巨大的 民间自发的 真诚的这种悼念 除了在中国 不要忘记了 在全世界 他获得过这个 就是联合国的这种粮食奖 获得过很多国家的这种肯定 而且不是在今天 从70年代 80年代 90年代 00年代 10年代 他始终是 这个全世界各个组织机构 高度认可和赞扬的人 他还是我们的共和国 勋章的获得者 我们就说 如果有诺贝尔这个农业奖 他可能 早就是一个重要的 热门的这种人权 为什么是他 袁隆平 我们对他致敬 追思 我们在追思什么东西 其实呢 就是说呢 就是这个问题 农业对一个国家 有多重要 农业对中国 有多重要 粮食 在现代经济和社会发展中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这个问题就非常重大了 我知道在我们的课程当中呢 很多人说 我理解了 农业的重要性 粮食的重要性 也有人说 何老师 不对 说凭什么这个国家 不能自己产粮食 它的工业就发展不起来 为什么就是说 它不能够通过 进口和贸易的方式来做呢 在中国也有很多学者主张 我们不要产那么多粮食 什么18亿亩根地的红线 不要守了 我们把更多的精力 拿来去干点别的 我们能不能粮食贸易去买 你看中国自己产的小麦很贵呀 中国的大米也不是全世界最便宜的呀 这个什么 你看这个巴西的这个大豆 然后美国 加拿大的小麦那么便宜 我们干嘛要自己生产 国家还要贴钱 还要保护性收购 为什么呀 而且粮食呢 还在这边放着 成粮都没法吃 这是我们非常需要认真去思考的 农业对我们究竟有多重要 上面有八个字 如果是看过六十年代八十年代 这些历史的人 可能还知道这八个字 叫无良不稳 无农则乱 这是中国一位很重要的一位 领导人总结的八字真言 对于农业的八字真言 那么这个画呢 它的总结呢 是来自于历史经验 因为它经过了六十年代的饥荒 经过了七十年代的混乱 面对着八十年的这种 初的这种逃难 和这种农业的这种大繁荣 他最后用这八个字说 农业对于中国的重要性 就是这八个字 它是一个历史的 千年历史的总结 中国也是一个农业国 直到上一次我人口普查 农村人口仍然是中国的半壁和善 直到这一次呢 农村人口占到不到百分之 大概就百分之四十左右了 但是如果从户籍来讲 中国的农村户籍的人口 仍然是我们的最大比重 所以从这角度上讲 无论我们在城里 多么的光鲜风光 无论我们觉得 哎呀农民多苦多累 甚至多么的看不上农村的这些东西 但是这八个字 永远在我们的 经济规律和社会发展中 起到核心的作用 什么时候我们丢掉了这八个字 基本上 可能我们的社会的稳定性 经济发展的持续性 都会出大问题 这一点开不得任何玩笑 那么这里边呢 我们说另外一个数据 我这边没有展示大量的数据 我们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全世界哪个国家的根地 是最多的 我给你几个答案 中国 美国 印度 俄罗斯 很好 印度 印度的根地是全世界最多的 中国的根地呢 在这几个国家里面 大家排到第四名 第二个问题 全世界 我们说的就是说叫做 我们说就是谷物类 谷物类包括玉米 小麦 稻谷 水稻 这三种主要的谷物类 全世界谷物类的这种产量 世界第一是谁 中国 6.6亿吨 记住一个数字 什么概念 6.6亿吨什么概念 我们每人平均有半吨粮食 每人平均有800斤粮食 你还怕有饥荒吗 还怕有饿死人的时候吗 这就是农业发展 给我们这代人创造的一个 可怕的一个伟大的一个依托 我们每个人 无论老少 无论南北 每人有800斤粮食垫底 你怕什么 这就叫做无粮不稳 无龙则乱 所以你会发现 从这两个数字 我刚才给了两个数字 我们的根地 全世界排第四 我们的谷物类产量 全世界排第一 那么你反过来 你想想印度 印度的人口 跟我们只差不到两亿人 一亿多的这种差额 它的面积比我们大 但是它们产量没有我们多 缺什么 缺它 它们没有原农品 再问一个问题 可能大家都想不到的 就是说 中国的人的 我们吃的粮食里面 这个主食里面 占比最大的是哪个 给你三个选择 玉米 小麦 水稻 你们猜一下水稻 占的比重有多高 30% 50% 60% 叫631 60%的主粮是水稻 30%是小麦 10%是玉米等杂粮 知道为什么大家 对它像救命恩人一样地看待了 它60年代就开始做杂交水稻的研究 在70年代的时候就获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60年代的时候 中国的水稻的亩产 大概数字是 一亩水稻田 大概能产300斤 这个水稻 到了70年代的时候呢 大概就能产到800斤 到了90年代 大概就能产到 就是说500公斤以上 最新的数字 在它差不多就是我们说2000几年的时候 因为它2000年获得一个巨大的突破 因为它能够让这个就是一块田 比如说我们四川的这种田呢 原来只能种一季稻 它能够让它轮坐 就是枣波 然后还有一个碗稻 我们叫1.5G 基本上它能实现什么概念呢 就是说1500公斤 一亩地能产3000斤稻谷 退回去40年 三四百斤 然后经过了40年 3000斤 这就是袁隆平为代表的 中国杂交水稻的这些科学家们 做出的巨大的贡献 这就是为什么 全世界的这些联合国的这些组织 要对它表示崇高的敬意 中国研究杂交水稻 不仅仅是它一个人 有很多的团队 有一位女院士也非常厉害 但是呢 袁隆平所代表的 它持续的时间之长 做出的贡献之大 影响力之持续 和它对于粮食问题 所解决的这种根本的地方 它当之无愧的 是中国的杂交水稻之父 在全世界的人类发展的历史上 它都是有一号 这就是我们去纪念它 情感背后的真实的价值贡献 后面我给了一些数字 看看最新的这些 我们看一下这个 中国你看这个 你能看到 就是我们的稻谷的播种面积 其实是基本上持平的 这是中国 就是18亿亩 这个耕地为什么要留住 当年这个温总理 是理解农民的 说我不管你这个城市 怎么进展 不管房地产怎么弄 不管道路怎么弄 农民的耕地 中国的18亿亩 这个红线不能破 里边尤其是南方 大量的就是水田和稻谷 所以你会看到 就是说我们的这种 粮食的播种面积 我们的产量 基本上是非常稳定的 这个关于 这个粮食问题呢 有时候我们会看到 一些数字非常巨大 但是呢 基本上 我们说大概年 中国的就大概水稻 我们大概产到 每年大概两亿吨 很恐怖 就是两亿吨水稻 所以呢 那么这里面就带来一个 特别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刚才大家 我们提到的说 能不能我们自己 是不是一定要自己 那我给几个数字 你这里面没有完全展示 中国的粮食的自给率 就我们自产自吃的粮食 我给三个数字 你们猜一下 中国的自给率 70% 80% 90% 90% 中国的粮食 就是主粮啊 我说的就是 我们说的就是 刚才说的 古屋类的 90%的自给率 美国 大家猜一下 50% 80% 100% 120% 123 到125 美国世界第一大国 工业 对吧 服务业 金融 全世界最有钱 理论上 一美元买粮食就可以了 粮食自给率 123% 什么概念 永远没有饥荒 永远不会有饥荒 美国人永远不会被饿死 凤阳这个什么 这种逃荒的事件 在美国 永远不会发生 当一个国家 告诉你的国民 说我们这个国家 永远不会有人 因为没有粮食吃 而被饿死 你觉得这个国家的安全性 我们说的 中国的八字真言 对他国民的这种价值 有多大 那么再说一个数字 你知道全世界 粮食的自给率 最高的是哪个国家 我给你一些选择 英国 日本 韩国 中国 俄罗斯 法国 美国 法国 230%到240%的 粮食自给率 法国 法国是全世界 非常浪漫的国家 对吧 有汽车 有时装 有香水 有葡萄酒 不要忘记了 法国是一个农业大国 粮食自给率 两倍以上 所以当你知道这个数字的时候 你知道 法国最经常 跟别的国家 打的贸易战是什么 农业产品的贸易战 所以这些数字 都会告诉我们 就是说我们对于 过去对于农业的认知 对于粮食的这种 重要性的认知 我们容易好了 伤疤忘了疼 因为就在我的小时候 就是70年代初的时候 其实四川那时候 比如我们有一个叫 可能大家都记得 青黄不结 什么概念 什么叫青黄不结 三四月份 头一年的粮食 今晚吃完了 第二年的粮食 还没下来 玉米红薯 还在地里长着 那时候吃什么呢 地窖里 把那个红薯 拿出来切成片 难听脸 那就是猪食 但是那就是 大概四川人 大部分的 两个月的口粮 没有那个东西 就饿死了 所以就是说 我们其实 中国真正解决 粮食问题 大概是在 198385年的样子 整个国家的饥荒的 彻底地解决 没有人在 因为粮食问题 被饿死 差不多是 89年90年的时代 就这么点时光 我们跟这些 发达国家比起来 他们这些 是他们的共识 是常识 是他们的底层逻辑 他们从来不狂妄地去 说我可以 全世界去买粮食 在我们了解的国家里面 我们熟悉的国家里面 只有我们两个邻国 他们是不得不去买粮食 日本和韩国 但是他们也努力做到了 粮食的自给率 有40% 他是没办法 如果大家去过韩国 知道就那么大点地方 那么多人 日本不用说了 人均的这种密度 人均可跟的地方太少了 但是他们也努力做到了 40%的粮食的自给率 所以永远不要嘲笑和 韩国人和日本人 吃饭太吝啬 因为他们深深地知道 每一粒米对他们国家意味着什么 所以有时候 当我们请客 对吧 我们的交往当中 韩国 日本客人 四大盘 五大碗 一碗饭吃一碗就扔了 在他们看来 你这都是犯罪啊 因为他们深深地知道 在他们国家 粮食有多么的珍贵 每一粒米 每一根面条 都是救命的东西 都是涉及到国家安全的东西 那么这两个国家说 那为什么他们能够 比较好的解决粮食问题 因为他们非常富裕 其他的行业非常发达 第二个很重要的是 他们都是美国的盟国 由美国大佬撑着 所以粮食问题 包括什么石油问题 都不是问题 如果没有美国大哥 这两个国家 它的基本的粮食和能源 都是问题 所以粮食安全有多么的重要 我觉得就是说 如果说我们第一轮的 这个读书里面 大家能够有这样一个结论 我感到非常的高兴 我也觉得呢 可能我们回到了一个 最基本的 符合中国长远 战略价值的一个 基本的认知 这是进一步的数据补充 你看中国的粮食的生产 有人说 中国要不要进口 我们在不产水稻了 中国的水稻 占全世界的产量的28% 你能想象一下 如果全世界缺了 这28%的产量 我们要去全世界 抢出这27%的消费出来 这个粮价会涨到什么程度 所以粮食自己 对于大国来讲 这是必须的事情 你要么通过耕地面积 要么通过勤劳 要么通过科技 总之 你的进最大可能 做到极致 你能解决多少 就解决多少 我们的稻谷 占全球产量的28% 我们的消费 占全球的消费的27% 所以就是刚刚 能够擦着边 这是水稻 这是一个 因为其他的 我们在看国际采购 我们刚刚说了 显然 就对一个大国来讲 国际采购严重不靠谱 必须要自给自足 你看全世界的稻米的这种出口 中国的这个数字 中国有稻谷出口的 很有意思 这里边大家就是贸易的复杂性 和多样性 我们出口水稻 同时我们也进口水稻 道理在哪里 你知道大家如果在南方 比如说海南 越南 能够产三级稻 甚至有个别地方能产四级稻 水稻的生长周期越短 有一个致命的问题 它越不好吃 但它能拿来干什么呢 大家做米粉呢 食品加工啊 各种其他的东西啊 什么添加剂啊 什么淀粉呢 所以作为工业原料 中国是需要进口一些 这个叫做水稻的 所以呢我们出口一些 可能贵一点的 我们进口一些便宜一点的 来实现我们的这样一个工业的这种循环 所以这里边 下面这个图非常重要 中国在长期的时间里边 我们的水稻的对外一层度 只有1% 也就是我们只需要1%左右的进口就可以了 但是最近几年 随着南方的这个水稻的播种面积啊 包括整个 包括我们的这种需求的增加 尤其是食品工业的发展 消费升级带来的 对于各种食品的需求 对吧 很多地方都要用到什么辣条啊 米粉啊 我们说螺蛳粉的旺销 导致了中国水稻进口的上升 这是有关系的 这是有关系的 所以你看到最近几年 中国的这个 就是水稻的对外依存度 涨到了3% 3倍的上涨 虽然数字绝对数字还很小 但是上涨幅度非常的客观 所以我们说从这些地方我们看到 中国的粮食安全基本保证 我们的最重要的主粮 稻米 水稻 大米 没问题 我们要感谢一个伟大的一个老人 和他所代表的中国的农业科研团队们 但是同时呢 我们要更需要深刻的理解 粮食 农业对一个国家 特别是一个世界人口第一的 这样一个大国的 无比的重要性 我觉得不仅我们要记住这一点 我们的孩子们 我们的后代 要向美国人记住 他们对于粮食的重要性 一样记住 粮食对中国究竟有多么的重要 好了 说完粮食就是说到人了 因为这些伟大的科学家 因为稻谷的这种 从300斤到了3000斤 所以中国能够养活这么多的人 我记得小时候那叫8亿人 后来是10亿人 现在是14亿人 你不要小看这个数字的增长 11亿人到14亿人就是两个日本 1.5个美国 非常巨大的这个人口 那么最新的数字我们也看到了 这个数字呢 没有什么意外的 就是说14亿人以上 全世界第一 但是从增长速度来讲呢 确实是就 巨大的两个挑战 出生率和老龄化的问题 那个图表非常的惊悚 我们看到那个像垂直跳水一样的 出生率的下降 很有意思的是 那个数字正好是在2015年 其实已经是 开始放开二胎的时候了 我们放开了二胎 但是出生率仍然在垂直下降 这个出生率这个垂直下降 什么概念呢 就原来每年中国大概有 15600万 17800万的小孩出生 现在1000万 其实有人也猜 是不是2020年的出生 实际数字已经不到1000万了 我们不能乱说 但是至少 从17800万到1000万 这是一个巨大的 一个跳水式的这种变化 中国还不是一个发达国家 但是我们的出生率的下降 已经像是一个 非常发达国家的一种 叫做出生的问题了 说我们不想生吗 非常想生 我看到三胎政策出台的时候 我就非常郁闷 因为我跟我太太已经过了 最佳的生育年龄了 对吧 而这个孩子也大了 不可能再去 像我这样的 我们60后70后 有很多很多人 我们失去了 错过了这样的最佳的 生育的年纪 但是呢 第二个问题 80后90后 你们在最好的生育年纪 你们愿意和 根本想都不想地去说 我接着生 我生三个 感情上 可能想生两个三个 但你很快就会说服自己 不行 我可能结不结婚 我还要再考虑一下 为什么 是感情问题吗 没有喜欢的女朋友 男朋友 不喜欢小孩 都不是 是什么因素 是钱 所以呢 我们看到就是说 第二个趋势 看看这个 这更恐怖 对吧 人家说了一个就是说 未来的独生子女 要面对的老人和孩子 那基本上 80后90后 00后们 有巨大的这种压力 中国的老龄化的程度 在飞速的这种上升 在我们能够看得见的时代 比如到2030年 我们可能能看见 2050年 大多数人 我们都能看到 说2030年吧 中国将会有 就是说 将近3.7亿的老人 14亿的尾数 就是全是老人 很恐怖的事情 去掉老人 去掉小孩 去掉这个 就是我们就说 生活自理能力不足的人 中间那些 有工作能力的 年富力强的人 他们面临的负担之重 这是全世界都 难以想象的 一个 千万人口的国家 有点老人的 他还有很多办法 可以解决 一个14亿人口的国家 有将近4亿老人的 在等着我们要去 照顾他们的时候 这是一个 特别可怕的数字 所以呢 我们再看下面的 这个叫人口结构 男女比例 失调的问题 所以呢 就是中国14亿 我们说人口众多 兄弟姐妹一大群 如果往下细看 中国的人口经济学 人口的结构 没有我们想象的 那么乐观 小孩出生越来越少 老年人越来越多 男女比例是失调的 你都能想到 后面带来的 一系列的这种问题 社会成本 然后养育负担 包括这种婚嫁的 这种矛盾 社会心理的问题 全来了 但是好消息呢 也来了 比如说当 现在的40后50后 包括60后70后 逐渐老去的时候 对吧 我今年已经过50了 我也把自己 视为中老年了 我们这一代人呢 这几代人吧 从40506070 包括我们在内 比如说6070 跟4050 跟我的父母 他们那一代 有一个特别大的区别 我们稍微 可能多一点点钱 我们更加有勇气 多花钱 所以呢 我们并不会随着 就是60后以后 这些人的老龄化 中国会变成一个呢 消费越来越少的国家 反过呢 可能会进入到一个呢 消费还不错的 挺旺盛的一个国家 所以不要讨厌 那些跳广场舞的 不要去看不上那些 在这个春天的 这种树下面 花生招展照相的 这个大婶大妈 然后大姐们 他们在干什么 他们在支撑 中国经济的消费 他们在让你们的生活 变得轻松一点 所以他们的折腾 他们一会儿 穿这种衣服 一会儿跳那种舞 全是消费 你要看到的是 他们生活是什么 在推动整个经济的大循环 而不仅仅是 给你增加了一点 如果他就像 我们的爷爷奶奶们 既不花钱 十年不买衣服 五年不买鞋子 然后呢 从来不下餐馆 那我们完了 老人手上有钱 要鼓励他们消费 他们敢花钱 我们才能挣钱 所以这是一个 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循环 就是说 当你从经济的角度 来看的时候 就不一样 而且这个消费是真实的 比如我有一个朋友 他比我大个十岁 今年六十 人家说 家里有一辆车就可以了 他恰好可能在 北大河买了一个房子 说这个地方 也得买辆车 然后呢 买了一辆车 就说 你看我这是轿车 我有时候要去 那个什么山海关转 我得再买一辆 这个SUV 然后完了说 那个沙滩上 那个好像挺过瘾的 再买个沙滩摩托 后来他再说 我们有时候出去 这个晚上回来也不方便 他说那再买一房车 所以他在三年里面 买了四辆车 我说的意思不是说 要炫耀他有多有钱 他没有特别多的有钱 因为这些车都很便宜 但你想想 他在推动四个行业的发展 多好 鼓励他花钱 如果他钱存着不花 这是恐怖的事情 所以老一代的 新的老一代 包括我们在内 我们的这种叫做 其实呢 未来的这种需求消费 可能会很多 包括终身学习 也许我们希望更多的 再得到买课 我们希望学更多 有意思的东西 像刘青老师 学一些西方思想史 向甲行家 学点文化 再看看资质通信 这都是消费 这都是应该被鼓励的 好习惯 只要不是黄赌赌 好的消费 我们都应该鼓励 所以就是说 你会看到 就是说 那为什么 好了 我们刚才回到 我们这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 大家不生孩子 情感的决定 和经济的决定 这二指之间 是一个什么关系 看看这个数字 记得刚才 跳水的出生率吗 看看往上撬的房价 我都不用说 更多的这种指标 当一个国家的 民众的生活水准 不断被抬高 他为现实的焦虑 所困扰的时候 他一定不会 首先基于情感 去生更多的孩子 所以他会带来一个 特别大的一个挑战 就是说 未来谁会更多的生孩子 第一 特别有钱的人 无所谓 对吧 巴不得多生 而且没有三胎政策的时候 他们去香港特区 去美国 去欧洲生 早就开始了 我认识好多 这个企业家的朋友 他们早就家里 三个四个孩子 很普遍 还不包括离婚之后 再婚的 那更多 第二类人是什么呢 就是说呢 他能够把养育成本 控制到最低的 还是要养儿防老的人 其实我们都能够猜到 相对比较贫困的地区 还有一些 可能是他的这种 非常坚定的这种 习惯和信仰 文化的基因比较强的 比如说我们一些 少数民族的区域 所以最后你会发现呢 真正应该多养孩子的人呢 没有能力养 那么呢 不愁钱的人呢 他们是少数人 同时呢 还有一群人呢 他们其实虽然孩子多 但是他们养育起来呢 挺困难的 所以呢 那么就是说 我们说 三胎政策非常好 财经呢 我们当时也做了一篇稿子 人口十年之变 我们里面提到的 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配套政策 我们那个总编辑 王博明 跟那个梁建章 他们俩做了一场对话 梁建章说 如果三胎政策 能够生个三胎 是奖励十万还是一百万 如果能够奖励一笔钱 他说 估计民众会愿意多生 说没有钱 只谈情感 只谈这个 还生育权给民众 他说这个东西不靠谱 我们要回到 用经济的手段 来鼓励和刺激 这个生育的问题 但比如说对于女性 很遗憾 就是说我们今年 很多的这个公司 聘请人的时候 会问一下 这个比如说 这个女性说 生孩子了吗 然后呢 会不会有新的 这个就是 这个哺乳的一些计划 什么的 如果有的话 可能这位女性 事实上 在工作中会被歧视 她的工作机会会没有 我们在财经 我们也曾经遇到过 一个有一位同事 她在四年里面 生了两个孩子 当然我们非常充分地 尊重 但是呢 她的编辑 还是觉得很遗憾 说这么好的一个记者 你看这四年 有三年我都用不上 我这个太郁闷了 对吧 说我们为她 祝福她生好了孩子 但是呢 我们确实 这些成本 那我们这个机构 就要承担 那是不是就应该 只剩我们机构来承担 我们能不能申请 她是不是在为 国家做贡献呢 能不能有退税呀 补贴呀 再比如说 我们说假设一个家庭 不离婚的情况下 生了三个孩子 那你觉得这个妈妈 她还有可能出去工作吗 三个孩子要照顾 这个家庭的安排怎么来 我们还要按照说 不管你家里有三个孩子 还是一个孩子 你要一万块钱 你就要交一千六百块钱的税 还是说 她家有三个孩子 她每个月工资一万块钱 只有一个人工作 她不仅不应该交税 国家应该每个月 给她五千块钱 从而确保 她能够正常地养育孩子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测算过 就是说我们从小长到大 在不同的时代 一个孩子要花多少钱 这个呢 就很多机构做一个平均的调查 在中国呢 他们大概的数字是呢 如果他们按照美元来算 大概是四万多美元 就差不多五万美元 三十万 大概一个孩子 从出生到长大 而里面最花钱的呢 是从这个小学 初中 高中 大学 这四个阶段 所以那就是说 这里边呢 我们想鼓励生育 无论是个人 我们得算这个基金账 能不能买房 有没有这个收入足够 是不是足够 能不能最后一个人不工作 也没关系 都要很多 包括未来的教育成本 各方面都要算 那么反过来 国家也要算这个账 如果我们只是看到了一个政策 没有配套 我们都能想到 这个数字会继续往下走 还有一个问题说 那今天我们说 要给这些人 这个要给补贴 那我们说 60后70后 违反计划生育政策 有两个孩子 三个孩子 比如说张艺谋 被罚款的 罚了700多万 能不能还给人家呢 那你说 他当时多生孩子 是在为 是为社会 是制造麻烦 还是在为社会 减轻负担的 如果没有他们多生 我们那数字 可能不是1000万 可能早就跌到 900万800万了 他们不仅 不是这个过失者 他们可能还是 社会这种 下降减缓的工程 这都是从财经 和社会系统的角度 我们来看这些问题 非常有意思的 这个地方 所以那其实 就我们说的就是 当一个就是 当你从这个 就是说商业的角度 来看的时候 从经济的角度 来看的时候 你会发现 你看到的世界呢 不完全一样 它充满了思辨 充满了理性 充满了多种选择 充满了 没有绝对的对与错 它需要我们 相互的协调 如果说我们 上一次讲了 政府与市场 那么商业的边界 会让我们 进一步地思考 个人和机构 个人和国家 是一个什么关系 所以我们就说 前两个问题讲完了 稍微超时了 就商业不是一切 它不能够决定一切 但是商业呢 确实无处不在 生孩子的事情 商业也管 你跟你女朋友 关系好不好 你们决定生几个 要不要生 商业在背后 指挥着你们 所以呢 我想我前面两个的分享呢 我就先到这里 那么接下来就 回到我们的 谢谢大家 回到这个薛如这边来 好 接下来呢 就让我们何老师 先稍事休息一下 好 刚刚何老师呢 也给我们大家 讲到了咱们这个 生孩子的问题 说到生孩子啊 我有一位印象 非常深刻的用户 他叫小明同学 为什么印象深刻呢 他说呀 就等着何老师 这场直播了 为什么 就要看何老师 给咱怎么讲 他来决定 他要生几个孩子 你说我们是不是 摊上一件大事 其实确实啊 生孩子呢 是咱们每一个家庭 每一个人 都会面临的 一个重大的选择 那么这些 也是咱们家庭的 头等大事 那对于这个 头等大事 也是我们财经大课 关注的视角 看大事 那么在此基础之上呢 也欢迎大家 把自己 在过去一个月 以及未来会发生 哪些事 然后你有什么见解 你怎么看待 这些大事 在这些大事上 你有哪些新的认知 欢迎大家 在咱们的留言区 还有咱们的城邦 以及咱们 和刚财经大课 知识笔记的 这个话题群里面 去分享出来 好 说到留言呢 我们接下来就看一下 我们现在课程上线 已经是一个月 今天整整一个月 满月了 那在这一个月里呢 我们已经有两万多名的用户 来参加到咱们的学习 同学们的学习精神非常饱满 而且呢 我们也收到了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现在就在过去 这一个月的这个主题里边 我们收获了 有将近三万条的留言 三万条的这个笔记 同时还有五千余条的留言 那么在这些留言里面 大家真的是非常认真 我特别佩服咱们一些用户 每天我们是凌晨十二点上线更新 然后我非常感动的一点是什么呢 就是我没有在十多分钟就能收到大家的一个留言 基本上都是要到三十分钟之后 甚至四十到五十分钟之后 我一开始特别不理解 哎呀为什么没人看呀 是不是都睡觉了 后来我发现不是 大家都在认真的看 认真的学习 然后去引发自己强烈的思考 好 那么今天呢 我们也给大家选取了三个非常优 就是三点哈 就是比如说我们有遇到有超牛的笔记 也是何老师点赞的 还有一些引发咱们深度思考的问题 以及何老师在上周给大家留了一个作业 我们选了一个优秀的作业 好 接下来呢 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选了就有十位哈 有十位用户 这十位同学呢 我们可以说 刚才我们也提到了 有一个小小的福利 那么在此呢 我也作为一个福利派送官 这十名同学呢 将有机会 在下 这十名同学哈 不是有机会 是肯定可以哈 我们到时候会在下一场直播之前 给您打电话 如果您有空 如果您有期待 愿意跟何刚老师一起 面对面的交流 那么我们欢迎你来到我们线下 分享课的现场 好 我由于时间原因哈 就不给大家多多介绍了 这些同学呢 都是非常优质的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何刚老师的点评 超牛笔记看一看 比如说中午腰 还有这个白哈巴的夜 以及星星火 这些可以说真的是咱们学习的 这个可以当学习委员课代表哈 还有很多这样的用户 好 接下来我们看看深度思考的 比如说小可同学呀 他提到了 哎 我们之前学到了 时间货币都统一了标准 那为什么文字没有呢 其实每一个何刚老师都给了非常详细的解答哈 时间原因呢 我就不展开 大家可以去知识城邦 关注这些用户 也关注咱们何刚老师的解答 还有张力呀 张义呀 以及浪花呀 还有善红伟 大家都从不同的角度给了一个 提到一个很好的一个认知哈 一个问题 包括这个VVL 还有咱们的这个优秀作业 吃土小人 好 我们现在已经请何刚老师稍事休息了一下 我呢 也不多说 如果你想来到我们线下的直播课 那么欢迎你现在加入我们的这个课程 现在还没有加入的同学 今天是直播的福利的最后一天哈 到晚上24点 我们这个直播哈 结束之后 24点之后 那么我们的课程就要从早鸟价的299 恢复到原价399了 也欢迎你在咱们的点开直播间 进入到边看边买的过程 好 接下来再次有请咱们何刚老师 回到现场给大家分享 谢谢 好 谢谢这个薛如 刚才这些这个作业和这个留言呢 都是我们非常认真的选择的 确实如这个薛如所说 这么多这个同学和朋友的回复留言和讨论呢 让我特别的感动 我觉得这就是互联网时代和得到APP 给我们提供的一个特别好的这样一个交互平台 天南海北 知识不分这个地界 不分男女 不分老幼 我们一起讨论这些大的问题 好 我们接下来呢 我们就进入到我们就是第三个 这个事情呢 我想呢 大家已经非常了解了 就是这个甘肃白银的这个就是越野赛 它导致了一个严重的事件 就是说21人在这个赛事中呢 就就是遇难了 应该说这是在中国可能举办的赛事里面 就是最大的一次灾难 在全世界这件事情也出了一个恶名 所以呢就是 其实甘肃是一个蛮穷的地方 那个地方真是还处于发展的一个叫做 一个早期的这种阶段 你看那么热烈的开场 但是呢最后这件事情 就是5月22号也是 那一天真的是中国的一个灾日 对吧 这个袁隆平先生失事了 然后这个甘肃出现这么大的一个麻烦问题 172人 21人遇难 这个事情太严重了 那么就是说这个事情遇难之后 那么很多人就在讨论 网上也非常的这种争论也很激烈 我们也派了记者专门去调查这件事情 究竟它是什么过失 大家马上提到的就是这个天气问题 说天气它坏了 这个室温然后呢冰雹 风雪这个没有搞定这个东西 但是很快我们的记者也发现了 别的媒体的机构也发现了 这个背后有一条隐秘的商业线路 这就非常让人可怕 今天最新的消息 这个白银的这个一位主要的领导 可能在各种压力内疚的之下 可能出现了非常大的意外 这个我们不愿意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况 一个地方官员能够升迁到这样一个位置也不容易 也有他多年的奋斗 但是就这么一个意外事件 他可能想过各种 他的这种职场中遇到的问题 他的升迁中遇到阻力竞争啊 经济发展啊等等的 可能他做梦也想不到 一场体育赛事会终结他的仕途 会对整个体育区带来毁灭性的这种影响 这是完全想不到的 但是呢 所有的事情都有因果 这件事情背后的天气肯定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当然我们看到了另外一条线 就是今天我们的主题 商业的边界在什么地方 首先我们说要问责 天气不是完全不可预知和不可预报的 这个地方的天气很坏 它不是今年和此时才坏 都很坏 有没有预案 有没有救助 有没有去做那些呢 作为这个叫做一个政府和一个机构 应该做的这种安全保障的足够的准备 这件事情跟商业无关 这就是你的责任 就是一个当地政府组织者的一种责任 有没有这么多人来越野 他们来冒险 但是他们不是来玩命的 怎么保证他们的安全 里面有很多人都是非常好的这种运动健将 但是更重要的是这一点 我们的记者真的非常好 而且还有另外其他就迅速地注意到了 这是政府主办的 谁在承办 是这样的一家机构 然后呢 更令人惊悚的是 这家机构在当地 九次中标这个赛事 每次的钱都不多 但是呢 加在一起呢 也一千多万 好了 那我们说 这件事情只是在当地吗 在全国是什么情况 体育赛事按理讲是大家一个乐呵 这个就是同道同好之人的一种 友谊和竞技 是一种叫做活动 是一种自发的 怎么商业渗透到这么深了 所以体育赛事的前景 究竟有多大 我们知道奥林匹克 它不仅仅是一个全球的一种 体育和竞技的连环 它也是一个巨大的商业行为 但是奥运会它的商业是有边界的 是有必要的保护的 不能以这个就是损害运动员 损害这样一个公益活 这种体育活动作为一个前提 但你看看中国在过去的十年 这是我们找到的数据 2009年北京搞了第一场 越野这个挑战赛 十年之后 现在全国各种类型的越野挑战赛 有500场之多 不是每一场 或者大部分 都不是一个纯粹的公益和这种群众活动 每一场的背后都有类似 我们刚才看到的商业力量的渗透 公司企业的介入 政府招标和企业中标的这样一些操作 好在没怎么出事 但是一出出大事 结果是什么 现在全国这500场的越野挑战赛 可能没有政府敢办了 体育总局也不会允许他办了 所以一场重大的意外 他不仅让商业的一些违规操作 无可遁心 他也让群众正常的体育竞技和活动 也不得不受到巨大的影响 再看另外一个更大的赛事 可能你们的朋友圈里很多人 多多少少要么半马 要么拳马 要么去凑个热闹 马拉松 本来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这种比赛 42公里的这么一个长距离奔跑 看看这个数字 我们去查这些数字的时候 真的吓了我们一跳 因为我们长期对这些领域是忽略的 体育嘛 群众活动嘛 能有多大的钱呢 他会告诉你 现在这是中国填写公布的数字 2019年 全中国的马拉松 各地的马拉松比赛 达到了1900场 720万人 更惊悚的是 后面一个数字 它带动的体育产业的相关的产值 千亿级 十个罗斯坦行业 这么大的这个钱在里边的时候 其实体育还是不是体育 商业是不是太多了 群众的运动和活动 是不是被异化了 这是我们从这个白银事件 要得到的深刻的反思 和惨痛的教训 让体育回归体育 让活动回归活动 让商业适度有所克制 这时候可能我们接下来 不要把这个体育活动 和商业赛事一刀切的一个 关键的这种地方 所以当我们从财经的角度来看 这个白银的这个事件的时候 我们看到了遗憾 悲痛 愤怒 但我们看到了失责 看到了规范性不够 我们看到了商业的边界 无限蔓延带来的这种各种伤害 所以体育是什么 是活动 没有功利性的 是赛事 有比赛结果的 是产业 要赚钱的 体育三个都是 但是不能用最后一个 去覆盖前面所有的东西 这就是商业无处不在 但商业必须要有所指的 一个辩证法 其实不仅仅是体育 在别的很多行业 比如说教育 比如说文化娱乐 比如说养老 很多领域 其实我们都面临这个问题 如何让商业恰当地 介入到这种跟人民 跟每个人有关的这种活动 让他发挥巨大的这种 鼓励激励作用 但同时如何避免 商业无处不在 取代了政府该负责责任 取代了他该拥有的一些 起码的正常的一种 一种履行职责 比如说像在有的地方 这个老师们 孩子们不选 老师们的课后补课 老师们很多在课上就不讲了 失德何在 这就是商业异化和商业无处不在 所带来的问题 从这角度你就知道 为什么要修理和规范 这个叫做什么呢 就是现在这种社会上的 K12的这种教育机构 为什么不许他们打广告 为什么不许他们无处不在地 用各种商业的东西 去取代本来应该是老师的职责 本来应该是社会应该承担的责任 也就是说商业不能够去异化所有的东西 那么我想这个白银事件的话 我们如果从财经的视角来看 类似一样的事情呢 以后我们遇到的时候 也许这也是一个重要的观察视角 商业要有所指 商业要向善 而不是一切皆商业 一切皆产业 好了最后呢 我们说完中国的事情呢 我们稍微花一点点时间来 讨论一个看起来特别遥远的事情 说它遥远 因为中欧嘛 投资协定 这个协定谈了七年半 在去年底终于谈成了 谈成了大家皆大欢喜 然后这个大家非常兴高采烈 因为中国和欧洲呢 都跟美国有关系又有摩擦 我们能够形成这样一个 绕开美国的这样一个合作协议 这不是很好的事吗 这是大钱呢 欧洲人欢迎 中国人也欢迎 这里面有几个背景数字 我刚刚说了贸易的数字 我们再说一下这个 就是说 有一个词叫做 叫做外国直接投资 缩写叫FDI 可能大家知道 就我们说引进外资的投资嘛 中国从1980年代开始 就开始引进外资 我们很多年 我们都是外资的这种 投资的热土 但你知道吗 在过去的这个就是说 从全世界来看 谁是引进外资最多的国家和区域 给你三个选择 中国和亚洲 美国 欧盟 没错 欧盟从大的区域来看 是全世界最多的 有多少呢 大概在2019年 3000多亿美元 中国多少呢 1100 200的样子 美国多少呢 1600 700亿 这是一个大的这种数字 所以你知道 就是说对于欧洲来讲 外来的投资对它无比之重要 但想问一个 2020年 这个排名变化了 2020年全世界引进外资 这个FDI最多的国家 是谁 区域和国家 中国 美国 欧盟 中国 历史上第一次 中国成为全世界FDI流入最多的国家和地区 1600 美国变成了1300亿 欧盟 记住 2019年的数字 3000亿 2020年 1100亿 所以呢 这解释了 为什么中欧投资协定 我们很需要 谁还更需要 欧盟非常需要 中国成为一个全世界 我们从资本的输入国 现在变成了一个资本的输出国 同时呢 我们有大量的钱 希望到中国来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 我们用数字来证明 2001年的时候 中国和欧盟的货物贸易 700多亿美元 这个数字 我们经常要换算一下 到了2019年的时候 20年的时间 贸易额增长了十倍 什么概念呢 不管这个饼怎么分吧 你多了一点 我少了一点 中国和欧盟 在中欧的双边贸易中 这个饼是做得巨大的 我们都是全球贸易 中国加入WTO这种 贸易加速化的一个受益者 而且呢 刚才我说了 这个数字里边呢 中国从欧盟进口的产品 远比我们出口到欧盟的产品要多 中国和欧洲的贸易里边呢 中国是逆差 欧盟是顺差 那这意味着什么 跟中国做的生意越多 欧盟占的好处呢 越多 我们要从他们那进口各种东西 从奢侈品到这个材料 到电子产品 到各种东西 比如说空客飞机啊 汽车啊 法拉利汽车啊 葡萄酒啊 各种东西我们都要从那进口 所以这张表告诉我们 中国和欧盟 持续的有大钱 有好利益 中国欧盟我们离不开 欧盟很多时候是我们的 这个最大的网友伙伴 2019年 2020年 中国已经成为欧盟最大的贸易伙伴 超过了美国 所以我们从贸易的角度 对欧盟非常重要 下一张图告诉我们的是投资 刚才说的是谁带中国投资 欧盟非常积极 那么从调查数据来看的话 过去的几年 看起来这个贸易和投资都那么混乱 70%的欧盟国家的 这个企业 在调查中说 他们在中国的投资是赚钱的 有超过70%的企业说 他们希望继续加大 在中国的投资 而中国呢 在过去这些年 我们的这个资金出海 我们出去海外收购 我们最先去的 收购最顺利的 是在哪 欧盟 对吧 德国我们有很多收购的企业 意大利有 法国有 英国有 甚至什么匈牙利啊 什么这个西班牙 都有我们收购的企业 从酒庄 到这个机械制造 到什么汽车 到什么零部件 到金融机构 全有 中国资本在欧洲非常受欢迎 中国也收获了非常多的东西 欧洲企业想往中国投钱 中国企业想到欧洲去收购 我们的贸易做得这么好 这就解释了 虽然谈得很艰难 但是中欧投资协定 一定会达成 所以在去年最后就谈成了 大家都不看好的情况之下 最后谈成了 然后呢 再往下看的话 这张表演很有意思 就是说 如果我们大家 对这种投资有兴趣 就可以看看 德国的这种重要性 我们都知道 但我们很多时候容易忽略英国的重要性 无论是投资的企业的加速 还是投资额 英国都比我们想象的 要更重要一些 同时我们还容易 特别容易忽略一个国家叫荷兰 尤其看这个投资额的占比 然后呢 另外一个很有意思的国家 注意一下意大利 企业不少 对吧 跟法国追平 看看后面的这个 就是投资很小 意大利的小企业非常多 小企业很多 那意味着什么 我是一个 做的生意不大的一个中国企业 我也想做一点国际合作 国际投资 国际贸易 国际并购 最好的标的在哪里 可能是意大利 我们有很多企业 做纽扣的 做服装的 做机械的 做零部件的 做什么这种家电的 大量的投资 对吧 你去顺德看一下 去佛山看一下 很多中国企业在做 意大利的生意 所以这是让我们看到 就是说 这个大的一个图景 下面 很多 让你看到的 就是极其丰富的 这种东西 那好了 既然这么好的生意 为什么 这个投资协定 在欧盟的审批过程当中 然后遇到阻碍了 被冻结了 不再审批了 那么这里边 其实就回到这个问题 就是说 政治和经济的利益 是如何来平衡的 是不是经济利益压倒一切 一往无前 当然不是 尤其像欧洲 美国这样的国家 他们在这个近现代化 国际当中 他们有他们的骄傲 有他们的优势 有他们的主导性 有他们的价值观 你完全忽略政治因素 社会情绪 和其他的一些 这种文化的因素 只强调钱 可能不灵 第二个问题 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 我们刚才一个数字展示了 欧盟会跟中国决裂吗 欧盟会停止 跟中国的出口 和这种投资吗 他舍不得 没有人敢做这种决定 所以长期利益 没有问题 中国和欧盟 一定会继续往前走 但是短期的波动 能少得了吗 因为我们长期向好 所以我们短期一团和气 这当然是不可能的 所以长期看经济价值 短期看政治诉求 这两点呢 是我们在分析 国家之间的贸易 经济 和这种叫做什么 博弈的时候 一个特别重要的思路 当我们用这种思路 来看这些国际之间的 争斗的时候 我们的很多的看法 可能就没有那么悲观 所以大家注意一个用词 说欧盟 它做的什么 叫做冻结审核程序 什么叫冻结 冻结就是说 现在的政治氛围不好 咱们先别干这事 什么时候可以解冻呢 那政治氛围好了 咱们就解冻 其实这个问题 在中日之间也是这样的 中日关系 政治上挺不好的 我个人有时候 从情绪上 我也不喜欢 觉得日本欠我们很多 但是去看一下 中日贸易的数字 中日投资的数字 很好 非常好 中美之间 打得狗血喷头贸易战 看看金融领域 投资做得非常好 美国钱到中国 中国企业到美国 相互大家 非常融洽地 再继续赚钱 所以政治的 短期的这种激烈程度 和经济长期的决定性 然后这两者之间 我觉得其实是我们观察世界变化 尤其是大国博弈 全球变局的时候 很重要的一个思维 好 差不多到这儿的话 今天我们要讲的一些东西 差不多就分享完了 那么如果我们说 要给四点启示和结论的话 我想第一个就是说 商业确实在压倒一切 尤其在一个市场经济的 一个转轨的时代 它无处不在 你无法回避 无论是你生孩子 还是这个 嫁人 还是上学 等等等等 看起来有一些 非商业的事物的决策 你也得考虑商业因素 这一点是没法完全回避的 但是第二点 刚才的体育赛事 教育的例子都告诉我们 包括中欧之间的 这种协定的这种 波折也告诉我们 商业和经济的利益 并不是万能的 并不是无往而不利的 不能够 以这一刀先 就抓住了一切的东西 公共利益 政治博弈 文化因素 宗教和这种民族因素 都是我们要考虑的 商业以外的 无法万能的这个东西 所以相应的 第三点 就短期的博弈 要习惯 要适应 同时长期的趋势呢 要清醒 要穿越 所以如果说我们看到了 商业的无处不在 也知道商业 不可能是万能的 所以我们就不会对 短期的波折和博弈呢 过于的担忧 而愿意穿越时间 穿越周期 看到更长远的经济 和协作的 无限的可能性 所以这也是我今天 想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说 六月财经大课 商业的边界 商业的局限 和商业的无所不在 短期与长期之间的 这种权衡与关系 希望大家呢 能够对大家 未来理解这些 复杂的这些现象 和这种问题呢 能够带来一些启发 我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要再次的 请上这个薛如 好 谢谢大家 好 感谢大家 现在呢 我们先请何刚老师 在场下稍微的休息一下 稍微喝点水 好 现在是到了 我们这个问答环节 说到这个问答 何刚老师 我对他印象最深的一点 就是他的敬业度 我为什么没有说 这个专业度呢 因为专业度啊 大家真的是有目可见 从咱们第一个月 分享的这个主题里边的 这四本书啊 横跨了金融学 经济学 财经的视角 从历史 国际各种维度 何刚老师给大家非常强烈地展示了自己的专业 那么在第二本书呢 在第二个主题呢 未来何刚老师还会横跨到历史学呀 还有自然科学呀 以及很多其他的跨专业 跨学科的维度 去给大家多方的考证 多方的讲述哈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会进入咱们的这个问答环节 为什么刚才我说选了这个敬业度 就是何刚老师非常的这个敬业哈 是因为有两点我印象非常深刻 第一点呢 就是说我们平常都会选留言哈 这是我们作为课程主编的工作之一 但是哈 只要我稍微一步留神 何刚老师就会把留言已经选好了 第二个呢 就是关于咱们知识城邦 大家可以看见 我们每天基本上 何刚老师都会有将近20条的这个知识城邦 其中呢 有的是分享自己在学习上的一些见解 还有的是分享 给大家答疑解惑 你在课程中有哪些问题 也欢迎大家在咱们的知识城邦中去关注 说到这里呢 我也想再多说一句哈 就是咱们有的同学啊 也在问 哎呀 我觉得这个课程里边 为什么不把这个书 这个知识点 讲得再细一点呢 但同时呢 也有用户在讲 哎呀 其实这本书里的东西 给我带一点就好 我想听听老师更发散性的思维 想再引进据点 别的书是怎么讲的呢 现在两方意见呢 我们也都在参考 都在调整之中 何刚老师啊 未来也会带给大家更好的服务 所以呢 也是特别希望大家 能够在知识城邦里 来关注何刚老师 也关注何刚老师的评论和回复 好 接下来呢 就正式进入到咱们这个问答环节了哈 我们在一开始的邀请大家来线下的时候呢 也填了一份问卷 其中这一份问卷里就有一个问题 如果你能来线下 你最想问何刚老师什么问题 刚才呀 何刚老师从咱们今天分享的四件大事里边 已经做了非常详细的解读 所以呢 关于这四件大事的具体问题 我们就不展开了 但是还会有一些普遍性的问题 比如说 我学财经跟生活怎么结合呀 我怎么跨行业的 把这个宏观经济跟我的行业来结合呀 以及 从咱们的这个课程中哈 衍生出来的一些问题哈 就是比如说 学了这本书有哪些困惑呀 还有就是对我未来能够有什么指导 这五个选项啊 这五个大的类别哈 我们的马上就要邀请何刚老师来给大家解答 那同时呢 也是最后再多说一句就是 咱们这个课程哈 如果你想来线下参与我们的分享 刚才我们有看到这个有用户在留言 怎么来线下 第一 马上加入我们这个课程哈 今天也是我们的福利的最后一天 早鸟价299元 马上到今天的24点就要涨价399了 然后第二个就是关注到我们的报名信息 好了 话不多说 接下来马上有请何刚老师为大家答疑解惑 谢谢 好 谢谢 之前呢很多朋友这个留了问题 所以呢我们选了几个 我就先把这个现场这个选的这些问题来 这个问题呢 我们选的问题主要是有一定的代表性和重复问的 这样呢它有更大的交叉度 那么这个问题呢 就是说这个财经世界的这种底层逻辑是什么 如何跟生活相结合 我想呢第一个问题呢是比较重要的 财经的底层逻辑就是一个我们说理性主义 就理性 就是抛开情绪来就是说面对现实的这个问题 理性的分析可能比较重要 而理性里面呢回到财经里面呢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东西 其实就是这个收益成本嘛 就是你的成本 这个成本呢就是我们可能要考虑的是叫做 不仅仅是钱的成本 也包括时间 比如今天大家花这一个多小时 我们在一起这个时间的成本有时候 是我们容易忽略的 而且呢在经济学里面也有一个词叫机会成本 所谓机会成本就是说 如果大家去听这个 薛耀峰老师的课里面有更详细的专业的这种解释 其实机会成本就是说 我做A事的这个成本是 如果我不做A事我花同样的时间和资源 我去做B事能得到的收益 那就是A事的机会成本 就是B事 那么这个东西呢是一个思维模式 就是说当我们去理性的去考虑问题的时候呢 情绪就变成了第二位的 当然也有人马上说啊 说这个刘青教授就告诉你说 不对 这个完全的理性主义是不存在的 但是呢 理性思维是我们人类并不是与生俱来的 感性思维是我们与生俱来的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在我们天然具有感性思维的同时 学会理性思维的一些方法和方式 能够去中和我们完全靠情绪和感觉来做决定 或者说能中和我们完全靠情绪和感情 来去选择对和错 喜欢和不喜欢 我们很多的迷惑 很多的错误来自于 我们没有用理性的思维去思考自己的东西 所以呢 我想就是底层逻辑的核心就是 是不是足够理性 那么有时候说我不知道这个理性是什么 我也学不会那么多东西 那有一个特别简单的办法 就是叫做第三者视角 就是说你把你跳出这个事情之外来看 如果你觉得你做不到 你去找一个你真正信任的人 他从旁观者的角度给你的提示 可能是比你自己身在其中 会更相对这种理性的 说我如何将知识跟生活更好的结合呢 其实这个东西呢 就是我觉得 这需要适当的有一些系统学习 这件事情呢 理性主义呢 是可以通过学习思考来培养的 理性主义不是天然的就具备的 它需要 它有一些好的方法和这种思维 举个例子吧 我记得我2000年 从这个那个时候我面临一个工作选择 我是继续留在人民日报 还是离开人民日报 还是去做别的事情 我当时也是好玩 我就用了那时候正好 刚读完那个商学院 有好多工具 好多分析工具 我就拿来给自己做了一个 用Excel做了一个表 列出了六个还是八个指标 然后呢四个选择做了一个表格 我自己打分 然后做家权 然后请我太太再打个分 再请我一个特别信任的朋友 再把这四种选择打了分 完了之后我就发现呢 有一些地方 最终那个分数出来 跟我的感觉是一致的 当然还有一些地方呢 这些分数出来呢 提醒了我有些地方思考的不够 然后我就发现呢 最重要的对我的一个启发是什么呢 我原来想的是说 要么接着在人民日报工作 要么离开 你会发现就是我们经常容易 做的二分法 但当我去做表格 去重新考虑 我发现是六种选择 怎么来的六种 我显然对人民日报 当时我的工作不满意 那么A是离开人民日报 B呢 不离开人民日报 换一个我喜欢的部门 这个选择我们去考虑过吗 没考虑过 好了 那第二种说 你离开人民日报 好 你出来工作 大家就认为这是一种选择 不是 这是三种选择 你出来去哪 A 去一个媒体 从媒体到媒体嘛 换了一个媒体 B呢 去一个非媒体 完全跟媒体没什么关系 C呢 既不去媒体 也不去非媒体 去接着选择去读书去 是不是一种选择呢 最后你会发现呢 其实是五到六种选择 所以那件事情给我一个特别大的启发 就是说 当你用理性主义来思考问题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的人生永远不是生或者死 永远是米自路口 对吧 这个王潇啊什么好多人说的 不是叫做生死门与非门 不是这样的 就是说在黑与白之间 有人 责任的话 就是在人生在黑与白之间 有大量的灰度区域 我们经常容易忽略这些灰度区域 给我们提供的无限的可能 包括我们的这种婚恋 对吧 说女朋友跟我闹矛盾了 我准备跟她吹了 要么继续恩爱 要么就一拍两散 除了这两种 用我们刚才这种模式 你至少能找出四到五种 你们可能的相处的方式 要么形同末路 要么如交似漆 这二者之间 无限的人生 更多的这种可能性在哪里呢 而这个问题呢 在经济学里边有一个说法说 你永远可以用最优来思考 但是你真正能够选择和执行的方案 叫什么 叫次优 就是说在不及格和一百分之间的区间 是我们人生和现实的大部分的可能 聪明一点的 运气好点 你可能选择是85分 不那么聪明 运气不那么好的 你可能是65分 但是你都能及格 所以人生并不是95分和55分的选择 很多时候是65分和85分的选择 你选择到65分 不要看到那85分的时候 心里觉得遗憾 因为你毕竟没有不及格 也不要说 我怎么不是95分 因为那一定是最少的人 所以人生的大概率就在这个中间 这就是我想的 如果你学会了这个叫做 财经世界的理性思维 那么你的人生可能会快乐很多 你的绝望基本上不存在 因为人生真正绝望的事情极少 不是没有 是极少 很多时候我们的绝望 是因为自己跟自己设定的 就像说 刚刚在复旦发生的这起惨剧 他的人生只有两个选择 要么在复旦当教授 要么把这个院长给杀死了 只有这两种选择 我想我们在座的都不会同意说 他的人生只有这两种可能性 所以我很遗憾 虽然他是学数学的 可能他的理性主义的这种 并没有渗入到他的骨髓 如果他是一个理性主义思维的人 尤其在人生的重大问题上 是用理性来提醒自己的 我相信他的人生不会是这样的 一个美国的博士 他的人生只有两种选择 那么他是这样 我们呢 我们只有两种选择 要么在北京出人头里 要么就回撮里 就是混得不成人样 不是的 有很多的选择 所以这是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 第二个问题 这个肖胜问的是这个 这个问题呢 有一点点就是说 我想就是说第一个吧 在全球化的发展区中 商业秩序是否可能替代 国家秩序成为主导 我的回答是绝无可能 商业会让我们以为 这个世界是商业构造的 和商业主导的 为什么绝无可能呢 其实我们在第一轮的分享里面 我们反复地提到了 就是说 这个叫做全球化不可能三角 很多人说美国是不是特殊啊 你看美国又是民主国家 然后又深度全球化 好像国家主权还挺强的 那我们的问题就是说呢 我问一个反例你就知道了 最近七国集团出了一个新的政策 说要对全世界的跨国公司 要收税 不许他们在避税天堂 接着逃税了 要收15%的企业税 主导这个的 很大程度上 美国是一个积极的主导者 为什么 苹果在中国赚的钱 美国政府是收不了税的 因为苹果赚的钱 那个账回到哪 回到了什么维京群岛 回到了这个百慕大 他的奴隶说 因为我接下来 我还要往外投资 所以我没有必要回到美国 只要不回到美国 按照原来的会计和税收政策 就不能够收他的税 那么当美国 特别有钱的时候 无所谓吧 鼓励企业的活力创造性 今天全世界的政府都很缺钱 非常缺钱 那这时候他们发现 有一大笔钱还没收饶呢 那怎么办呢 跟我交出来 所以你说是商业秩序主导 还是国家主导 最终的底层逻辑 可能国家秩序还是挺重要的 至少在我们理想中的 世界大同出现之前 国家秩序的这种 就是商业秩序呢 无法真正地去 完全左右国家秩序 因为国家秩序的内容 包括了什么 我们说的宗教 文化 民族 社会 公平 技术 环境 这些因素都不能按 我们今天刚才的分享 如果商业不是决定一切的力量 我们就不能够相信 国家秩序 会被商业秩序完全地取代 但是呢 一个国家的商业力量很强 它对国家秩序的影响会很大 我们也在中国也看到很多例子 所以呢 我觉得这个问题上来讲的 其实也是提醒我们的商界人士 中国的历史 美国的历史 全世界的历史 商业觉得自己无所不能的时候 基本上就是被国家秩序 所反打的开始 从来如此 而且我估计永远也不会 发生这种变化 下面这个我想呢 是肯定的 反复上演一定会 我们如果读了这个 中美贸 那个美国贸易政策200年 你就知道这个东西一定是 会这样来出现的 这里边呢 就是一个度的问题 比如说 国家之间的冲突呢 一定不要因为商业利益最后演变成战争 鸦片战争 海湾战争 这都是商业利益最后 上赋为国家之间的这种军事较量 这是灾难 政治较量还可以理解 军事较量就是非常灾难的事情 所以因为贸易和商业导致的军事和这种流血冲突 我们作为一个人道的角度来讲 是应该尽最大可能去避免的 所以有人说啊 我中美贸易战 我们不惜真的动手 我们随时牺牲掉什么什么某一个宝岛 这些人都是属于狂妄分子 然后呢 好战分解 他都是可能把民族带入灾难的一些危险的论调 就是商业 我们说有所指 同样的军事也要有所指 穷兵独武一定不是中国的追求 也不是人类的正常的追求 你们知道我说什么 这个问题呢 我想呢就是说 这个问题很有智慧啊 提的就是说这种人工智能 对于这个劳动力成本的解决 这个问题呢 我看的时候我想了半天 不是很好回答 但是呢这里边有几种假设可能 比如说 那个例子是非常真实的一个国企 就离这儿不远的 他们的总部就在这附近 我不能说他名字 就是说 但这里边请注意 如果当地政府坚决不同意 你过多的采用技术来取代人工 这件事情也是做不成的 因为他完全可以说 你这样的大量用技术取代 让我这个地方没法去 保证正常的就业 我从公平的角度 而不是商业的角度 我就要求你 你可以用大量的技术 取代这个挖矿 但是你要创造新的就业机会 如果你不能创造新的就业机会 我要对你采取某种惩罚性的 税收和其他的这种社会成本的分担 所以呢就是说 技术的采用呢 它最终也要有一个 所谓的社会系统的公平性 如果这个问题不考虑清楚 只算自己的经济账 中国行不同 在外国也行不同 而且呢 尤其是在强调这种人权 强调劳工保护 强调社会公平的地方 那么这个问题要特别小心 所以就是说呢 这个我们说技术呢 它也并不完全是一个 纯粹向善的力量 商业和技术的结合在一起 既能创造巨大的社会福利 也能够创造巨大的社会灾难 所以它这里面我们未来 我们可以讨论技术和商业的这种 边界和关系问题 所以在这个案例上来讲的话 就是说 智能商业并不必然都是创造新的 这种好的商业成果和机会 这个问题要很辩证地看 但是呢 从这个角度去思考 就是科技和技术 能不能够去平衡 效率和公平 提高企业的效率 解决社会的公平呢 我觉得这个思考本身是非常对的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后面有好多书呢 会涉及到这个科技的问题 我们到时候可以再进一步的这种讨论 这个问题呢也很重要 就是宏观经济和行业的这种关系 怎么来建立 其实在我们的分享当中 尤其在我们的两次直播里边 我们已经涉及到这个问题了 既简单又复杂 所谓的简单呢 就是说呢 宏观经济是谁凑成的 是一个一个的行业凑成的 所以呢 你跟宏观经济和行业的关联呢 就是说 第一个看的是什么 你这个行业的总的产值 在整个经济中的占比 比如说我们说 中国已经不是一个农业国了 因为农业的产值 在整个GDP里边占比呢 已经大概就是10%左右 所以中国也已经不是一个 以工业为主的国家 中国制造已经不是那么重要的 因为服务业在中国的GDP中的占比 已经超过了工业 中国已经越来越像一个 发达国家的一个经济构成 而不是一个传统的发展中国家 所以呢 行业占比很重要 就是说绝对数 究竟百分之多少 第二个是什么 增长速度 说这个我们的这个叫钢铁 还很重要 钢铁显然比这个 占比显然比农业要大 就工业占比显然要比农业要大 但是看增长速度 谁的增长速度快 谁拥有未来 比如说在中国现在 这种汽油轿车的这种占比 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汽油车 新能源车百分之十 但是我们马上第二个数字 谁拥有未来 去年新能源车和 今年新能源车 每年大概五个百分点的增长 去年汽油车占百分之九十 今年可能就只占到百分之八十 甚至百分之八十 五年十年之后呢 可能是倒过来 五五开 甚至是倒的六四开 三七开了 所以呢 这个增长速度非常重要 第三个指标是什么呢 就业的容纳度 这个行业特别赚钱 增长速度也特别快 但是呢 好像能够参与其中的人特别少 比如说自动化程度非常高 那么它这时候呢 其实可能它跟国家和社会的这种重要性 就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强 所以这个就是说就业程度非常重要 那么当然再往下说的话 就是说呢 有关的就是 参与这个行业人的收入水平 和贫富差距 也决定了 你比如说我们说快递行业很重要 或者我们说餐饮行业很重要 但是餐饮行业人的平均收入水平呢 可能它相对而言 它不如快递行业重要 因为快递小哥的总体上的收入情况 还是要比餐厅服务员要好很多 全国平均来看的话 所以那你说哪个行业 是真正更具有价值的 也可以理解了 为什么很多研究生要去送快递啊 行业属性和它的价值回报 在决定这件事情 所以大概这种指标能够看到 当然如果你要再往下看的话 这个科技研发的程度 数字化的程度 也能够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些指标 这个问题要讲好多课 得到里面有好多老师的课 在详细的 比如说薛耀峰老师的课 里面有很多关于这个问题 何凡老师的课里面有很多这种问题 这个呢就是如果你要是 假如说说我这个想读一本书 那么比如说 基本那个宏观经济学 像这个斯里格里茨的经济学 曼昆的呀 萨米尔森的 都能够回答这个问题 它有一个完整的体系和指标 简单说 我们说三价码 大家都知道对吧 就是这个消费投资和进出口 一二三产业大家也知道 农业工业服务业 它都是我们建立指标的一种 所以就是占比增长速度 然后就业容大度 然后收入情况 贫富差距 科技研发的能力 这都能够让我们非常清晰的 别人跟你说一个行业 说占比多少啊 增长速度多少啊 然后就业容大度多少啊 然后这个收入分配情况怎么样啊 研发水平怎么样 基本上你能够框立这个行业的 当下和未来是怎么样的 所以这个呢 我觉得倒是不难 看起来复杂 但是思路不难 基本逻辑有没有变化 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 我个人觉得呢 就是说有一些逻辑变化了 比如说我们就以得到为例 在传统意义上的教育 比如说我们的孩子要去美国读书 你的孩子得去啊 这钱才能 得换成美元才能花出去 别人要来中国 也得到中国来呀 这里面涉及到的这种 整个成本啊和结构 就非常复杂 但是你说得到这个平台 我们在北京我们可以选 然后呢 我们在四川 在广东的朋友也可以选 在美国 在欧洲 非洲的朋友只要能上网的 也可以选 支付也很方便 服务也很 这个就是快捷 然后覆盖呢 也很全面 你从这样一个叫做 这种叫做 叫做数字化的服务产业来看 这个逻辑就变了 这个至少它的模式就变了 但什么没有变呢 为什么有这么多的 知识付费的平台 可能得到变得 更具有价值和吸引力 什么原因 可能课程做得不错 老是请得靠谱 服务支持非常的贴心 整个系统非常好用 它的有一个核心的东西 没有变成什么 优质产品和优质服务 这个逻辑不会变化的 你的竞争力 你还是 一定是在这个 知识付费领域里面 你有强大的竞争力 所以你才能够 变得越来越好 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 国际贸易的基本逻辑没有变 就是说提供优质的产品 提供优质的服务 建立自己在全球行业和市场的竞争优势 这点没有变化 但是它的这种 比如说分发模式 支付模式 运输模式 连接协作的模式 可能发生了很大的这种变化 这个问题是一个好问题 我们后面在第二部分 讲到这个就是世界视频的时候 我们会涉及到这个问题 全球的技术推动的产业协作 和这种叫做 它填平了什么鸿沟 它仍然带来了什么的问题 当然贸易问题 它本身就是一个 非常复杂的一个体系 如果大家对于国际贸易 特别感兴趣呢 得到上有一个特别好的课 就是那个武道科金融学院的 那个居建东教授的课 那个课非常棒 讲的 就是很多 比如我讲得不清楚的 不深入的 不系统的 关于贸易问题 强烈推荐你们 去对这问题感兴趣 这个居教授的课非常棒 我跟他打过很多交道 他是我非常佩服的 一位在国内 执教的 讲贸易问题的 非常棒的一个专家 好 我大概要回答的问题 就是这些了 所以最后呢 我想呢我们就是 理性主义和长期主义 是我们最想给大家去推荐的 理性主义让我们变得冷静 用数字说话 长期主义让我们去 克服短期的纷扰和麻烦 让我们看到呢 未来的大趋势 大方向 大结构 而要做到这一点呢 那还是我们的叫做是 读大书 对吧 想大事 看大前 上大课 所以呢我再次的 谢谢大家已经非常晚了 我知道已经十点钟了 谢谢大家的陪伴和信任 也希望呢我们在未来的 还有我们还有11次的直播 我们有更多的机会 可以沟通和交流 我的分享就到这里 批判性思维这个 有更多的大课在讲这个问题 我就提到这样 但是我个人觉得 更重要的是 理性主义和长期主义 祝福大家 再次的谢谢我们 所有在现场的朋友 在网上看直播的朋友 特别要谢谢我们得到的 所有的我们的工作的同事 和这个员工们 谢谢你们的这种支持和配合 尤其是这个薛如 做了大量的这个协定 和这种安排的工作 我们的摄像影响各方面 谢谢你们 谢谢 好 谢谢大家 今天咱们的直播课呢 就到这里结束了 刚刚我们这五位优质用户的 这个提出的问题 有没有在现场呢 大家可以举个手 如果有在现场的同学 等会儿 然后好多个都在咱们现场 到时候可以来找我一下 我们会有何刚老师 给你准备的精心的礼物 好 那今天的直播课呢 就到这儿结束了 我们呢也是非常感谢大家 同时呢就是今天 这四件大事 引发了你哪些思考 欢迎你在城邦 知识城邦 还有咱们何刚财经读书笔记 的话题群里边 分享出你的思考 好了 今天的直播就到这儿了 我们下一个月见 再见 话说管理学界流传过一个很著名的故事 战争期间 英国的空军部队有个规定 说战斗机的皮革座椅 它必须要用骆驼的粪来擦一遍 这个规定执行了好几十年 后来嘛 因为战场上这骆驼的粪太难找了 这才去想 为什么我们非得这么干呢 原来啊 当年英国军队在沙漠地区作战的时候 需要骆驼来拉车嘛 可是车的座椅呢是牛皮做的 这骆驼它纹不惯 只好用骆驼的粪擦个牛皮 盖住牛皮的味儿 这骆驼就停滑了 但是时间一长 没人知道这究竟是为什么了 所以即使早就变成了机械化部队 甚至是飞机了战士们还得去找骆驼的粪呢 你看哈 如果只用一套固定的规定动作去解决所有问题 这像什么 这就像是想用同一把钥匙打开所有的锁啊 华为的任正非先生说过这么一句话 说企业最大的浪费就是经验的浪费 对呀 做事的经验也是一家组织的资产 知识资产 知识资产啊 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很难积累啊 但是很容易流失啊 往往一个关键员工离开了 这经验和知识也就不在了呀 那问题就来了 怎样才能把知识资产像其他资产一样管理起来呢 怎么把一家企业所有岗位上的知识资产都积累沉淀下来 还能持续运营 保值增值呢 我们得到有一个答案 四个字 知识萃取 到目前为止我们得到团队已经为像华为腾讯这样的公司做过多次知识萃取的服务 从我们得到APP创办开始 我们每年都会整理一本品控手册 什么意思啊 也就是我们公司自己内部用的控制内容产品质量的手册 这本手册是向全社会免费开源的 到现在已经是第七个版本了 你可以在我们得到APP里面免费获取 在这本手册里面 你可以看到我们对自己这家公司做知识萃取的阶段性成果 如果你也想把自己企业的知识变成可以积累的资产 我们愿意和你合作 分享我们所有的经验 愿我们得到合作 用得到级别的知识萃取能力 让你宝贵的经验再也不浪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